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電探少女Emma 今天我們在Sony Xperia Z5 Premium 的發表會現場 而且今天的特別來賓是周杰倫 就是 她剛剛就在台上分享了 她使用自己的經驗 還有拍廣告的一些片段 然後Emma真的覺得 她本人其實還蠻幽默的 然後真的有一點點帥 然後 好啦,我們就是先來看一下 我手上這個東西啦 她其實才是今天的主角囉 那Emma主要現在拿的呢 這個是鏡色的 那其實這一次發表總共會有三個顏色 也是金色 然後再來是鏡色 然後再來是黑色 那其實呢,在鏡色跟黑色這邊 就是有一些角度好像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就是當閃爍它的時候 就還蠻清楚的 就是鏡色真的有點像鏡子的感覺 那現在的話 現在就來帶大家看一下她的外觀囉 那其實啊,這邊就是所謂的鏡面材質 那她這次搭配的呢 同樣是金屬的邊框部分 那之前啊,就是蜜桿在發表會 就是之前YVA的時候有介紹過 她的電源鍵現在是在側邊 那其實有搭配了指紋辨識的系統 那等一下Emma再帶大家來 玩玩看她的功能囉 那這次其實也同樣啊 非常強調她的鏡頭的部分 這次搭配來是2300萬花式 然後呢,而且配的是超級高感光部 ISO12800 所以啊,就是標榜說 如果在低光源的地方啊 其實也可以聽拍到蠻清晰的照片 那其實呢,它所謂叫旗艦機的原因呢 就是它這次還打載了所謂的4K的螢幕的部分 那其實之前就是我們都還蠻有疑問啦 如果今天就是你的畫質啊 或你的影像啦 尤其不是4K拍的 那顯示是不是就會看起來就很舒服之類的 那這次呢,就是他們的那個可愛子 Jonathan也有特別強調 他們其實有運用了兩種技術 一個叫做... 欸,其實太似乎囉 就是有用了這兩種技術去調教他的畫面 所以就算你的,不管你的影像來源是什麼樣子 它基本上都可以在這個4K螢幕上享受到超高畫質的驚喜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下來 帶大家看一下如果用指紋辨識的話 它是怎麼樣開啟 就是這邊是指紋 那你其實只要把大門哥放在這裡 然後輕輕的一樣換起螢幕之後 就開啟囉 是不是其實還蠻快速的 它的反應起來還蠻快的 那可能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是 像我們平常如果是在iPhone的指紋解鎖的話 它其實只要輕輕按一次就好 那它Sony這次的話 它的指紋電視系統 其實是你要先按下去換起螢幕之後 然後手指不能離開它 就是再度讓它急速 其實就是有一點點像是兩個很快的步驟 也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其實Emma剛剛也是一下下 對啊,然後呢 這次呢 大家應該很關心出手會上市 那這次的碰面旗艦機呢 會在11月初上市 那它的搬機售價是27,900 欸?25,900 好像卷卷售價看中間 那就是它在品牌專賣店的話 還有一些活動就是搭配它上市的時候 會推出來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今天的記者會發表現 把握到這裡了 Emma要去看週刊 大家喜歡這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一個like 也要記得訂閱電它上你的頻道喔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怎麼回到裡面 拍照 哪些 Russian 都在是